五僧一龙 邹世民军伤痛难以继续征战 中国搏击谁人能扛大气 先是邹世民拳王由于眼伤无法继续征战拳坛 再加上2017年暴冷输掉与牧村祥的大战 目前已经很久没有参赛了 逐渐转型为拳击教练与经营者 五僧一龙则是由于腰部的伤痛无法进行高强度训练 原定7.27复出之战已经取消 于波球的三番战也是难以预料 预计一龙也会无法参赛 希望中国搏击界会诞生越来越多的邱剑良与富高峰们 一龙曾经取得过辉煌 今日的他也老了 也背上了许多舆论压力 就让我们别再纠结他的退役或是假权 也不要去恼火那些孤民钓鱼的假大师们 来关注一下真正让中国搏击能够屹立世界的职业运动员们吧